哈喽 今天是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fx168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魏 美股股市周二震荡收高 美联储两位鹰派的理事都不约而同的暗示 支持12月暂不加息 虽然说依然没有明确转向 但这无意中还是放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已经结束加息的看法 帮助投资情绪维持乐观的状态 不过在本周的重磅数据出来之前 投资情绪还是相对会比较谨慎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周三 也就是明天的GDP 还有就是周四的10月份PCE物价指数了 个股方面 今天想看的是一支重要的网络安全股 CrowdStrike 不过首先要来悼念一下投资界的一位大神 那就是巴菲特重要的投资伙伴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 今天走了 享年99岁 距离100岁的生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这位大师相信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用巴菲特在声明中的话说 如果没有查理芒格的灵感 智慧和参与 伯克希尔哈萨维就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地位 他不仅是一位坚定的价值投资者 同时近年来也因为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直言不讳的持续批评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不过无论如何 查理芒格在投资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这里引用两句他的投资和生活的理念与大家共勉 一句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摸到什么牌 而是你能不能把手里的牌打好 另一句是找出你最擅长的事情 然后持之以恒 乐此不疲的去做它 接下去我们就回到Cloudstrike的财报上面 先简单来说一说Cloudstrike这家公司 他们是原生于云端的网络安全公司 也是我一直看好的两只网络安全股之一 另一只就是老牌的网络安全公司PALOTO了 虽然说基本面情况是不如PALOTO那么的稳固 但好在Cloudstrike能够用较高的成长性来弥补 因此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家公司 眼下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Cloudstrike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很早就开始使用的AI技术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热的趋势 这有助于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投资信心 自2019年IPO以来 Cloudstrike的销售额是增长了10倍 超过一半的500强企业和美国20大银行中有15家都成为了他们的客户 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成长性 而深入来看 Cloudstrike的销售增长比较特别 它是由新客户和现有客户支出增加之间的一种平衡推动的 在最近的一个季度里面 销售额增长有一半是来自于新客户 而另一半则是来自于现有客户的支出增加 大约120%的净收入留存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Cloudstrike的净收入留存率已经连续19个季度都要高于120%了 这种平衡的增长模式能够在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 还能带来一种不错的稳定性 对于持续改善基本面会有帮助 那我们在今天盘后最新公布的三季度财报中可以看到 Cloudstrike收入达到了7.86亿美元 超出预期的7.77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到了35% 环比增长的是7.4% 继续维持着不错的成长性 而净利润是更大的亮点 第三季度达到了1.9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07% 可以看出在盈利能力方面 Cloudstrike也在不断的改善和提高 那结合现金流的强劲表现 现在Cloudstrike在基本面的完善角度上面 正在不断的追赶Palauto 另外就是Cloudstrike对第四季度的预期也是不错的 预计第四季度的收入将在8.366亿美元至8.4亿美元之间 预期的区间中值要高于分析师预期的8.367亿美元 而且从长期的增长角度来看 管理层预计 公司范围内的ARR 也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 这个很重要的增长指标将在未来的5-7年内 从最近一个季度的29亿美元增加至100亿美元 可以说是一个很强力的指引了 而在新的网络安全模块方面 Cloudstrike的三个最新解决方案 云 身份和可观测性平台的需求量很大 这些新的网络安全产品在最近一个季度整体增长了115% 虽然说产品本身比较新 但已经占到了公司ARR的六分之一 同时管理层也预计这些新产品的收入将在5-7年内 总共增长到至少45亿美元 这样的增幅将比当前全公司ARR同样时间内的增长预期 要高出了大约50% 看得出新产品服务是Cloudstrike成长性的主要推动力 这对于加强投资信心和估值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整体而言 我觉得虽然盘后股价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但财报本身可以说是表现不错的 股价进一步上涨受阻 我觉得和Ploto当时面对到的局面有点像 那就是财报利好已经被提前消化 加上股价处于区间高位存在技术面回调信号引发的锁定获利的压力 这对于短线股价的继续走高会形成阻碍 但不用担心 短线需要关注股价能不能守住205.73这个支撑位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有望通过高位横盘的方式消化掉这一波上涨的超买压力 从而真正的打开重返238.29美元这个下一个重要压力位的空间 但如果守不住205.73美元的话 是存在重回187.49美元的风险 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美国的GDP 还有就是三季度的PC物价指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三季度的PC物价指数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 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一下周四即将公布的10月份的PC物价指数 另外明天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原油库存报告 同时在央行方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明天美联储的经济状况贺皮书 还有就是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的讲话 而在财报方面 我们需要留意一下 明天也有多家重要的公司财报的即将公布 这里面就包括了像Full Locker Dollar Tree Bilibili Snowflake Salesforce以及Octa 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 进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收看FX38的节目 更多资讯的请在苹果商店或者Google Play商店下载FX38财经APP 同时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